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次令人敬畏的死亡时刻 在致力最活跃的火火山之一 叫维比利亚尼卡 这个洪流极限运动员阿里尼奥尔塞拉索斯 站在高处欣赏壮丽的景色 欣赏完风景之后 他进入皮划艇 以初始速度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开始往下滑行 最终是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滑入冰雪瀑布当中 这一段历程被人用视频记录下来 在网上引起热议 这个景观确实是太壮丽了 但是这一举动确实是非常的吓人 但是这位专业的运动员 极限运动员最后是毫毛无损 真是令人惊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